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你说你必向以色列如甘露 这些话乃是说到你的儿女们一切属灵经历的开端 露水对于花木的生命和生长是极其重要的 照样你也应许要像露水那样对待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件事都是由你这个源头供应我们的 你成为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圣洁 我们的爱你是我们的一切 并且当我们接受你之后 我们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你里面获得了解决 如果离开这个源头 你也绝不将任何东西当作一种单独的礼物赐给我们 你向我们保证说 你要向我们如同甘露 这节经文的下半节就描述了有露水获得生命之后 所产生的双重奇妙果效 我们看见了百合花 竟然和粒巴嫩香薄树的根 奇妙地连结在一起 脆弱的美丽 和壮硕的力量 竟然能在同一棵植物上互相配合 这样的奇迹 只能借着天上降下的露水 才能做成 我们感谢你 这样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